原创独家出品《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念水啸 第三百八十三章 你就是灰威尔 最后一道雷弧落在墨无忌的身上 甚至连墨无忌的肌肤都没能划出半点痕迹了 电扇雷鸣的星处风安静下来 墨无忌心里略微有些叹息 一通雷劫不但让他直接进击到了人仙境 而且还来到了人仙一层的巅峰 只要这雷劫再多一轮的话 也许他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人仙二层了 真是可惜了 也许在所有杜劫的修士当中 墨无忌是唯一一个感叹雷劫次数太少的修士 就在墨无忌准备将自己清理一遍的时候 在他的第106条脉络 起一道落中凝聚起来了一道气息 这一道气息瞬间融入他的石海 一道隐约的鸣雾在墨无忌的一年间缓缓升了起来 随着那道气息越来越融入 他的鸣雾也是越来越清晰 墨无忌连手绝都没打 抬手直接抓出 在那极短的时间内 他眼前的一方空间顿时凝固了 尽管这时间转瞬即逝 但墨无忌仍旧激动得难以自已 他在修为很低的时候就和很多强者对决过 各种各样的空间静国他也都经历过 深深知道其中的厉害 但无论是五行的空间静国 还是原力气势碾压的空间静国 这都是法术的范畴之内 不但在施展之前需要强大的修为匹配 还需要一种法术守绝才能够完全施展 而他刚才瞬息凝固住空间 这是属于他对空间的感悟 墨无忌此刻是人仙境界 岂能不知道这早已超出了法术的层次 已经到达了神通的范畴 即他领悟了雷王法纪之后 他在晋级人仙之时 竟然感悟到了一种神通 他的这种神通不需要守绝 完全是一种对空间的理解 哪怕是晋级人仙 墨无忌也没有如此激动 但此刻他却是真的激动了 空间凝固 那就是瞬息中的瞬息 也能在战斗中改变结果 当初他暗算竹曲用的是什么 那是通过各种算计 通过七名人仙 去轰击竹曲弓法的爆发点 这才给他争取到了 那么一瞬息的偷袭机会 而且这前提还是他精通法阵 同时对断门弓法有所了解 若是他掌控了这种空间凝固 那怕只是一瞬的一瞬 他也能有一次偷袭的机会 墨无忌再也忍不住 自己的畅快心怀 在这之前他很清楚 他晋级到了人仙 估计也很难干掉竹曲 甚至可能并不是竹曲的对手 现在他掌控了空间禁锅 那竹曲到底有多厉害 他还真想去看看 竹曲 只希望你上次被轰了一闷棍 现在伤好了 否则的话 你的忌日就快到了 心情愉悦之下 墨无忌再没有任何的担忧 那种畅快如意 让他心神豁然开朗 下一刻 墨无忌再次感受到实力暴涨 他直接从人仙一层巅峰 突破到了人仙二层 经历了太多的惊喜 墨无忌反倒是冷静了下来 直接一拳轰了出去 一道沉闷声响爆裂开来 虚空中出现了些许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这些痕迹很快便消失无踪 果然修炼就是修心 有时候心理欲解 一样会影响自己的修为增长 尽管这次只是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但墨无忌的收获可远远不止这么一点 一道清水爵将自己身上清理一遍后 他又从内到外把衣服全部换了一套 然后墨无忌的神念这才横扫了出去 他看见在星主封外激动不已的池霍尔 心中忽然升起了一种温暖 池霍尔是真正一心为星主的忠心之人 也许换了一个星主 他也是这样忠心 但是这种人现在的确是很少了 就在墨无忌想要离开星主封 去询问一下池霍尔最近一年多的时间 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时 一道狼狈的身影忽然冲了过来 识管是 快 我马上要见到星主 来人语气急切 人未落地 话音已先知 池霍尔赶紧扶出了来人 费殿主 到底怎么回事 为何你受如此重伤 我要见星主 来人正是费桌 他没有回答池霍尔的话 依然急切地说 墨无忌一步落在了两人身边 费殿主 我记得你在九末城里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要着急 有话慢慢说 就算是那数百万一族 我也可以抹去 主取 我亦可将其重创 还有什么可以着急的 况且你是一殿之主 如果你都如此急躁 那无相殿的其他人又应当如何 墨无忌心里的第一想法 是主取回来了 但是他的神念扫遍了整个星地山 也没有发现别的动静 也许是看见了墨无忌 或者是墨无忌的画起了作用 费桌躬身一礼 缓了一口气说 短门的竹局 古诺星的辉威尔 还有星空狼王的长子苍爵 他们三人屠了九末城 九末城除我逃出之外 再无一活口 什么 墨无忌听到这 周身杀气几乎形成食指轰了出去 刚才他劝费桌不要急躁 可是此时 狂怒却几乎冲澈了他的每一滴热血 他虽然杀了数百万的异族军 但却从未想过要去狼王山屠杀星空兽群 也未想过要去古诺星族屠城 原来大家都是在战场上 既然是战场 那生死由命寸突必争 自是情有可原 可现在墨无忌心中 忽然有了一种狂烈的杀意 他要突进整个狼王山和古诺星 在墨无忌狂暴的杀意之下 就连池霍尔也忍不住后退 他无法挡住这种恐怖浓烈的杀意 他心里震撼的同时亦是极度的欣慰 星帝山终于出了一个强者 一个真正的强者 好一会儿墨无忌才冷静了下来 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深深地吸了口气 墨无忌才将愤怒和杀意收敛下来 他尽量放缓自己的语气说 非典主 你将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还有 灰维尔和朱曲我知道 那个苍爵是什么来历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修道者 他有自己的热血和情感 无法面对一城被图还能冷静下来 哪怕他不是真心的人 在真心生活了这么久之后 对这颗星球也是有了情感的 是 费桌应了一声后说 苍爵是星空狼王的长子 九级星空妖兽 强横无边 而且他拥有一种火焰 这种火焰非常恐怖 当初他和惠维尔主举来到角莫城 主举负责挡住了角莫城的去路 惠维尔负责斩杀角莫城的强者 而他就负责屠城 他用火焰焰烧了整个角莫城 我仅凭一枚九级俘虏才逃出生天 莫无忌此刻已经彻底的冷静下来 他决心要突进狼王山 这狼王山都是一些畜生 畜生竟然敢在人族地盘上屠城 那还留着干什么 至于古诺兴就让其成为真兴的殖民地好了 你不是要占据真兴吗 我就去看看你古诺兴有多强 剑莫无忌沉默不语 费桌接着说 宿殿主和丧殿主去了星空殿 炎殿主在封销城 我回来报信 我们推测 那三人绝不会只图一个九末城 他们下一个目标不是星空殿就是封销城 也有可能是星底山 莫无忌点点头 我知道了 池管事 你和费殿主留在这 立即召集所有的殿主长老 传无命令 严守星底山 我先去星空殿看看 是星主 池霍尔刚刚回答 莫无忌已然消失在了星主风之下 星主的实力比之前强大了好多 费桌看着消失在原地的莫无忌 心中愈发震撼 一年前 莫无忌才真神静 而此刻 他根本不知道星主的实力到底在哪里 只知道自己在莫无忌面前 就好像是一滴水与江河相较一样 池霍尔点点头 没有回答费桌的话 他隐约感觉到 星主这次不但进击到了人仙 甚至直接到了人仙二层 这说出去 害人听闻 这种秘密 他绝不会透露给任何一个人得知 莫无忌已出星地山 神念立刻横扫了出去 他现在人仙二层 神念强横 方圆万里 聚在他神念之下 就算是万里之外 他的神念 亦能感应得到 很快一名贺一男子 就被莫无忌的神念锁住 让莫无忌震撼的是 这家伙的修为 差不多到了人仙八层 人仙八层 就算是星地山 此时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强者 那贺一人影 似乎正在往星地山这方向 急驰而来 几乎只在眨眼之间 便来到了眼前 莫无忌虚空一步跨出 直接拦在了这人面前 这是一名身材不高的中年男子 莫无忌的神念一扫到这家伙 就感受到了他身上的元气波动 与普通修士的不同 他的原力波动 颇有些像他留在星空殿的跟班长赛 而且这中年男子的眉心上 还有一个隐隐约约的耳朵 那耳朵散发出了一些 极其难以发现的灵蕴波动 你就是灰威尔 莫无忌立刻确认了眼前这男子的身份 此人必是灰威尔无疑 急奔的灰威尔本人拦住 心中本来就是一惊 现在莫无忌问话 他下意识地后退了数步 这才停下来凝视着莫无忌 他心里极为惊骇 莫无忌是如何出现在他面前的 他竟然没有丝毫的察觉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